广沙南兰和清华附中二选一 胡金秋和家人都难以抉择 他们置硬币决定去向 结果抛了三次都是去广沙南兰 命中注定成就了如今的胡金秋 其实母亲更希望他去清华附中 他本人也想考上大学 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 他读完高中还要读大学 需要花很多钱 他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才决定去广沙南兰 家人怕他以后会后悔 建议置硬币听天意 结果命中注定让他去广沙南兰 胡金秋出生于新疆一个普通家庭 从小就帮父母干活 他读中学时身高已经超过两米 在学校打比赛和训练已经很累了 回家还要去捡年花 摘香梨等等 只为了赚点钱补贴家用 在15岁之前他都没有穿过球鞋 他的球鞋一直是妈妈手工缝制的布鞋 爸爸再钉上一层轮胎皮 就算是一双球鞋了 直到后来他被球探发现 他才穿上真正的篮球鞋 广沙队的总经理妙兽手 飞到新疆见胡金秋 得知胡金秋的衣服和50码的鞋子非常难买后 立即打电话给广沙俱乐部 让后勤负责人运送衣服和鞋子给胡金秋 胡金秋不仅球打得好 学习成绩也很好 他的中考成绩是692分 排在全年级第三 因此除了新疆队和广沙队一外 清华附中也想招募他 胡金秋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拒绝了为他们一家提供住所的新疆队 在清华附中和广沙队二选一 最终命运让他选择广沙队 胡金秋接触专业篮球训练比较晚 刚来时基本功很差 但是吃苦耐劳是他的优点 为了能跟上其他队员的进度 他每天都要加练 他希望自己能成才能赚到钱 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苦心人天不负 三年后他成功升入一队 新秀赛季场均得到5.8分4.8个篮板 第二个赛季场均得到15.3分7.9个篮板 迅速成长为广沙队的内线支柱 如今他已成为球队的核心 最近两个赛季场均至少拿到20分 上个赛季场均得到21分7.6个篮板 投篮命中率73.1% 高居全联盟第一 他成功拿到常规赛MVP 并带领广沙队打进半决赛 可惜他第二场比赛皮脏破裂 需要手术至少休养三个月 过去七个赛季他只缺席两场比赛 这次手术让他很无奈 他做手术前跟医生咨询康复时间 特别担心自己错过国家队的比赛 受伤了还想着为国效力 真是个儿子娃娃 这样一位低调 有实力 爱国的球员 怎能让人不爱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播变